有鉴于建筑领域的外劳宿舍因为拥挤而频频引发新冠病毒感染群 政府多个部门宣布将在吉隆坡与布城的五个地点 斥资建造半永久式的双层房屋作为员工的集中宿舍 联邦直辖区部长丹斯里·阿努亚莫沙者出 这项决定是考量到首都作为人口稠密的经济重镇 如果疫情扩散会一发不可收拾 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像現在、パサーマラム、 displays、 barbershop或者其他所有地点 接著, for example, during the pandemic也在 maka, penguatkuasaan terhadap SUP yang ditetapkan itu mesti dipertingkatkan 所以,我有一点尴尬,尔时尬,沟宿穴 沟宿溫沟的地方都應該通常在更为区计 因为我们会拥有更多的行业和肯定的肯定 如果他们会拥有更多的肯定 部长今天在吉兰丹出席活动后表示 我国的建筑领域已外劳居多 他们为了省钱 往往让10到20人合租在拥挤不堪的宿舍 使得居住地点沦为病毒的温床 他希望这项由工程部,人力资源部 以及地方政府各单位所打造的集中宿舍 能够提供更宽敞的居住空间 减少不断增加的工地感染群 目前在龙市签订的4个集中宿舍地点 占地约0.6到1.6公顷 至于在部城的地点,面积则有10公顷 将会开放让私人界招标建筑工程 预计需时4到7个月竣工 阿努亚说,这5个可以容纳4万名工人的集中宿舍 将以半永久房屋形式打造 适用于非永久的建筑工程